总统蔡英文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 在今天都出席了松山慈慧堂绕镜嘉年华 我们连线记者黄一轩为我们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形 一轩请说 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关心 今天总统蔡英文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 是一同出席了松山慈慧堂母娘绕镜嘉年华活动 两人甚至是一起扶轮轿来起架 不过其实他们两个人近期都跟民主党主席柯文哲来隔空护杠 昨天柯文哲针对他被质疑的市长任内三大弊案 他是炮轰蓝绿说因为不敢办台志光案 所以才拿其他两案来回味旧照 对此今天蒋万被问到也有最新回应 先带您一起来听 三大弊案蓝绿还是希望你可以刚接避讯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我想要问一下市长的态度 好像柯文哲说 你们都在回味旧照 好可以看到其实由于今天动线 相当混乱所以讲完针对上述的一些问题呢 他是没有多做回应的 不过另外在总统蔡英文的部分 由于他在昨天柯文哲是改口说 他私下有来跟他瞧NCC的人事案 今天总统被喊话到这一题的时候 他也没有多做回应 不过昨天总统府已经出面驳斥 他说宁可认错也不要说谎 以上是现场的这一情形 先把时间交往一个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